Who is the king of the jungle? Who is the king of the sea? Who is the king of the universe? And who's the king of me? I tell you J-E-S-U-S Is the king of me? Is the king of the universe? The jungle and the sea? 巴拉巴拉巴拉蹦 Hello 亲爱的孩子们 祝内平安 欢迎你来到孩子聆听 谢谢你刚才和我一起唱 Who is the king? 孩子好棒哦 现在请孩子们闭上你的眼睛 想想看你们的内心住着谁呢? 谁是你们的王呢? 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王吗? 你是如何确定呢? 今天在以色列人当中 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以色列人要立一位英雄 成为他们的王 猜猜看他是谁 对了 是扫罗 那你还记得为什么 以色列人要立扫罗 做他们的王吗? 其实在世事时代 结束的时期 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君王 上帝的选民 以色列却没有 虔诚的以色列人 一直视上帝为他们的君王 上帝兴起的师师和先知 带领他们 但是随着时代的边迁 虔诚的人开始减少 当时以色列的百姓 都被邻国的人侵入 而他们无法战胜凶患的敌人 他们需要一位有知之师 来带领他们居住和外患 暗地民生 所以在他们的呼声中 是是赛姆尔 为众百姓立了 以色列的第一位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草罗王是百姓所用力的 而不是出于天父的心意 让我们来看 《撒摩尔记》上12章12节 你们借严门人人的王 想要来攻击你们 就对我说 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 其实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 18节 于是撒姆尔举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在之日 打雷降雨 众民变神 惧怕耶和华和撒姆尔 照圣经所说 上帝的心意是反对百姓立王 因为百姓的动机 是厌弃上帝做他们的王 要立另一个国王 因此为了让百姓 扔接立王事犯大罪 草罗王就求告耶和华 神就在各麦子的时候 打雷降雨 使他们知道 又看出他们立立王的事 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 然而天父是慈爱的神 再一次给百姓机会 回转向他 12章24节 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 存存实实地精心侍奉他 想念他 向你们的小行的事和等待 你们若任难作恶 你们和你们的王 必一同灭亡 孩子们 让我们回想 在今天故事里 我学到了什么 一开始我们的心都愿意以神为神 但是日复一日经过环境变化 我的心会否渐渐变质呢 从跟随耶稣到跟随世界吗 再想想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否谦卑自己在上帝面前跪下来 向上帝祈祷呢 听听上帝的声音 在这件事上 我学习什么功课 我要如何按照天父的心意做呢 如果是主耶稣 主耶稣会怎样做 若我们说爱主耶稣 我们心中有助着主耶稣吗 是否在乎主耶稣的感受 多过自己的感受 是否在乎主耶稣的想法 多过自己的想法 是否情愿住在耶稣基督的爱你 而不让自己活在我行我素的世界里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要向你打开我的心 我的心是属于你的 求你竭尽我 求你掌管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要尊足伟大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要来到你的宝座前 向你祷告 而不是用自己的仿法 或自以为是来解决问题 求主耶稣帮助我 赐我力量 祷告风之耶稣基督名求